我聽到的時候我起雞皮拉 我也是 我覺得 好想要去抱抱那個自己 歡迎收聽 夫妻蠢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麗萍 哈囉 好,今天我們要談什麼 就是一個很有深度的很多事情耶 對 好,是什麼 就是 你是一個獨立的人嗎? 我不太是 你不太是 你需要跟別人一起合作 我喜歡跟別人合作 好,我就蠻獨立的 對 我不喜歡跟別人合作 我自己的事情做完 錢給我就好了 所以你就當SOHO族 對,因為我們昨天有提到那個嘛 就是說 就是SOHO族嘛 就是不喜歡跟別人八卦 對 這件事情做完有拿到錢 就OK了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诶,那獨立 還有孤獨啊 孤單啊 又覺得好寂寞 還是孤僻什麼的 這幾個名詞解釋 都好像 對 可是應該有點不一樣 微妙的差異 對對對 那我就想問你啦 那你覺得 嗯 孤單跟寂寞好了 有什麼不一樣 嗯 孤單我覺得是比較 呃 比較中心一點 嗯哼 我覺得孤單比較是 你自己願意想要一個人 嗯 對 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 偶爾會想要孤單的人 比方說你喜歡一個人聽音樂 對 然後去看個電影都OK 我都可以 可以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是一個創作者 對 我真的覺得創作者是一定要孤單 是是是 就是需要獨處嘛 對 然後才會有靈感源源不絕 對 的確是 我有聽過一首歌 呃我覺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歌詞 就是那個 阿桑的葉子 嗯 他有一段歌詞是這樣子的 是 孤單 是一個人的狂歡 狂歡 是一群人的孤單 心中朋友關掉了啦 哈哈哈 不錯吧 我覺得我認真唱可以吧 我沒有像上次 上禮拜那麼游的唱那個 好你游的來一下一下 孤單 哈哈哈 真的關掉了 哈哈哈 他想說行那我自己關掉 對 的確是有點不太一樣 主動的一個是被動的嘛 對 就是主動的就是孤單 就是 我不想要跟別人去吃飯啊 對 然後老闆約我這個飯局 啊真的不要 或者是媽媽叫我去相親 啊我不要啦 這樣子 嗯 其實孤單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 對 就是沒有人煩你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人的狂歡 對啊 真的很棒 對啊 可是寂寞的話就剛好相反 就是沒有社交生活 我覺得 天啊我事實上只有我一個人 好冷喔 他不是你主動的 對對對 他是你被動 你被動被排氣在歪 真的好可怕啊 比方說什麼 欸假設公司團購都不找你 你會難過 會 可是我們公司就是統發啦 就所有人都有 他們就故意不發給你說露信 這樣子 欸如果真的這樣的話我真的會滿受傷的 對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寂寞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這樣 有啦我以前大學偶爾有一陣子 有曾經被一小群人排擠過 齁 對 我知道你很怕被別人忽略對不對 很怕別人不理你 所以我不理你的時候是不是覺得很痛苦 是是是 寂寞對不對 真的 寂寞考 什麼啦 就是好像有一個歌名 我以為你要講那個 寂寞考那個啊 就是 對它是一首歌名 是喔 就是寂寞考的 就是變成是寂寞考 我以為你在說田復甄欸 不是不是 喔 是喔 OK 所以就是孤單跟寂寞就是真的還蠻不一樣 然後就是之前應該蠻多年以前就有流行過 就是穿一個圖啊 嗯 就是說 那個圖叫做 國際孤獨等級表 好 那就是分成十集 說你可以一個人做這些事情嗎 然後我們就一個人來探討一下 它第一集到第十集嘛 那這 最高級是第十集 這樣子 對啊對啊對啊 那一看就知道啊 第一集就是一個人去逛超市 還好啊 超可以 反正就是應該一個 我每個禮拜都去逛 我每個禮拜都去逛家樂福自己買菜 好吧 第二集是一個人去吃餐廳 OK啊 任何餐廳都可以嗎 以前我覺得一個人吃火鍋好寂寞喔 對因為火鍋比較是三五好友 對火鍋就是這樣子熱氣蒸騰的 就是要大家一起聚啊 這樣子 可是我後來都還是自己吃 都沒有在怕的 就是什麼對 那種很高級的火鍋嘛 一個人吃也很爽 可以可以 可是我在想說 喔有種餐廳我覺得不行 就是那種吃到飽餐廳 什麼享食天堂那種 一個人就吃 超longly 對真的真的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吃到飽就不行 不能一個人去爽 我有看過 我以前在那個 遠氣國際飯店打工的時候 就有看過很多 可能是來出差的啦 外國人他們就一個人 就吃那種很高級的 吃到飽早餐啊 就覺得哇 好頂級喔 可是我真的不會想要一個人去吃吃到飽餐廳欸 你呢 對他來說他可能只是單純覺得很超值吧 我也不曉得 可能就是得吃囉這樣 可是我想說會因為說 我很喜歡吃享食天堂 沒人跟我一起去 我就自己去吃這樣子 燒肉 燒肉自己去吃 有有有看過 我有看過 對然後還有呢 第三集 第三集是一個人去咖啡廳 超ok的吧 星巴克那麼多人一個人 對啊 對啊 咖啡廳一個人真的很爽欸 對啊 為什麼不行 就是一個慢慢看書 享受寧靜 對啊真的 然後偷聽別人八卦 我不喜歡 我在咖啡廳我就是想要一個人 然後很安靜的看書 我會聽欸 如果他的店裡面放很草的音樂 我就會立刻離開 因為我覺得咖啡店應該是要 放那種很舒緩的 喔 可是舒緩的音樂不代表 就是裡面的客人也是安安靜靜的啊 也是會有那種很吵鬧的 對那我就會找一個更隱蔽的角落 喔 原來如此 好再來是 第四集是一個人去看電影 我也很愛 我也很愛 真的我們會分頭去看嘛 對啊 小孩子出生之後也是會 就在你先去看 再換我去看這樣子 對 特別是以前我是電影系的嘛 電影組的 然後就是大學的時候 就常常去看影展 對 我超喜歡一個人看影展 沒錯 一天下來這樣子看很多部 真的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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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幹嘛看電影一定要很多人去看 對可是我有很多的朋友跟學生 他們都非常的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就是一個人看電影 我跟你講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把看電影當做是 純粹是社交活動 對 活動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很很自我的一個娛樂行為 對我覺得就是一個人看電影 就是可以很很就是自 怎麼講 就是很很內省 全然的就是享受那個故事 很內省很內省 對對對 可是跟朋友去看也不錯啦 就是可以跟身邊人討論一下這樣子 跟朋友去看我也要挑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只是純粹是 呃就是比較只是那種 就是 喜歡抱劇情的 對對 喜歡預測的 呃當然電影裡面不能講話 我是說就是可以 我喜歡就是事後可以跟他一起討論劇情 可是我講到這個我一定要講到一個很好笑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你嚇到我了你突然就是變了一個樣子 好這個只是我突然想到的好笑的是 就是我大學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一起看電影 全部好朋友一起看電影 一定希望最後可以很熱热的討論 我可以說我知道你在說誰嗎 可以 說什麼 今生皆孝四 對 就是那部片爛到就是我出來之後啊 然後我們大家每個人面面相去 就是我們都不敢 你們是一群人對不對 對一群好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不敢講那個劇情 好等一下 你先告訴我你看到那個電影 看完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就一開始覺得還蠻 有些哏蠻好笑的 可是後來就覺得他 越來越冷 然後真的後來 因為我覺得也不能怪這個電影 因為其實這電影應該是要很多 就是他在有很多電影的末嘛 然後如果你沒有看過那些電影 你可能就 看不懂 看不到 然後後來就變有點應酬 但是後來其實也不能怪我們 因為其實 真的就是很多人也其實全部都 很多哏都有掛到 可是真的覺得不好笑 所以我們最後我們在裡面 就很尷尬的笑 就是 然後最後很好笑 這個是你約的嗎 不是 是有一個 對 也是我們的聽眾 自己好好檢討 然後 然後我們看完 快點來留言 對 然後我們看完之後啊 因為我覺得這場面非常的尷尬 就是 就是別人就說 那我們等一下去吃什麼 然後就說 嗯去吃那個冰店好了 然後後來我就說 欸剛剛那個電影 我想要談論 然後就 我來當我來當你 然後那個你來當那個回應我的人 欸剛剛那個電影 吃丁不要 我們 我們趕快去 我們等一下去吃什麼 因為 這太爛 因為我們花了那個錢 他完全不想要再 花時間在這個電影上面 對 結束這個話題而已 然後後來我們在吃冰的時候 大家都不再討論那個電影 所以沒想到十年之後 竟然變成一個Podcast的一個更欸 怎麼會這樣子啊 所以就是一起去看電影 就是你 不好笑 你就要也要 默默吞下那種感覺很不好受 欸可是我覺得 所以還不如一個人去看吧 可是很棒啊 一個人就摸摸鼻子就算了 欸這麼爛的電影 可是變成一個好笑的事情可以講 還是一個好電影 真的 謹然失笑死 就是爛到爆 爛到笑這樣 對爛到笑 對好 那就是再來就是 第六集 一個人去KTV 欸我不行 欸這不行 我跟你講這我要講一個 你也要講什麼 以前我們一個數學老師喔 已經興奮到破音了 我們那個數學老師他很愛唱歌 嗯 然後他真的是 愛到怎麼樣 他就是會一個人去唱歌 然後把他那天唱的錄成專輯 錄成錄音帶對不對 對 欸不是 他很高級 他是那個 還有專檔面CD喔 對他那個那個 那個KTV他有提供這個服務 就是幫人家錄音 就是你在唱歌 然後唱完之後 就錄成CD 然後呢 重點是 我們數學